欢迎来到我们的芯片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带来了三个重磅新闻 首先 英特尔成为第一个组装ISML新一代HiEna EV光刻机的公司 这台成本高达3.5亿欧元的机器 预计将帮助芯片设计缩小至原来的三分之二 英特尔计划在2025年使用这台机器开发其实色带芯片 接着 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向美克隆科技提供 60亿美元的补助 以支持其在纽约和爱达河州建设芯片制造厂的项目 这笔投资预计将创造约5万个工作岗位 最后 荷兰军事情报与安全局MFED的年度报告指出 中国间谍针对荷兰的半导体 航空航天和航天和海洋产业 旨在加强中国的军事力量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全球科技竞赛的激烈战场上 各大公司不断寻求技术突破 以保持或扩大其市场优势 从英特尔英特尔组装SML最芯片制造设备 到美国内存芯片制造商 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y获得巨额政府补助 再到中国对荷兰半导体等关键行业的间谍活动 这些事件共同绘制出一幅全球科技版图 正在急速变迁的图景 根据The Globe and Mail的报道 英特尔已成为首家 组装SML新一代 HIGH-IEN EV光刻机的公司 这台价值3.5亿欧元 约6000000016亿美元的设备 预计将帮助缩小芯片设计尺寸 高达三分之二 英特尔计划在2025年使用 该机器开发期14了代芯片 而SML表示 一开始向一位未透露姓名的客户 可能是台积电或三星 运送第二套HIGH-END系统 在另一方面 The Globe and Mail也报道了 美光科技即将从美国商务部 获得61亿美元的补助金 用于支持国内芯片工厂项目 这笔资金是CHIPS Science案的一部分 将被用来在纽约和爱达河州 建设晶片制造设施 这项投资将帮助美光 在纽约中部实现其超过1000亿美元的四场项目 预计将创造约5万个工作岗位 这些补助金是美国政府减少对外国芯片制造商依赖 和提升国内生产力努力的一部分 然而科技领域的竞争不仅仅是商业层面的角力 还涉及国家间的情报活动 根据Soutside China Morning Post的报道 荷兰军事情报与安全服务MFE的年度报告指出 中国间谍针对荷兰的半导体 航空航天和海洋工业 以加强中国的军事力量 报告成中国正大力投资于获取西方的知识和技术能力 作为中国对荷兰及其盟友进行更广泛政治间谍活动趋势的一部分 MIVD 表示 中国旨在摆脱对西方知识和技术的依赖 建立一支可以与任何其他国家相匹敌的军队 报告还指出 中国情报机构最近扩大了其网络活动的范围 强度和技术水平 这些事件凸显了当前全球科技竞赛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从英特尔和美光科技的技术创新和扩张努力 到中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情报活动 这不仅涉及到企业界的竞争 还牵涉到国家安全和国际政治的层面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全球科技版图的急速变迁 各国和企业都在寻找自己的立足点 希望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取得胜利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财经时刻 美国股市似乎正站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 据雅虎美国报道 4月18日美国股市开盘表现不一 这是因为Netflix即将发布第一季度财报 此并500指数的表现 应对通胀上升的担忧 以及对联邦储备可能减少降息的增加担忧而受到影响 这个财报既对投资者来说格外重要 因为它将展示公司在高期望值下的表现 Netflix的财报结果被视为本季度股市的一个重要测试 《环球邮报》也关注到了其他一些引人注目的市场动向 阿拉斯加航空集团尽管印737MX飞机停飞 而在第一季度报告了叫响的亏损 但预测夏季季节将强劲 其股价因此上涨 该航空公司预计第二季度将实现盈利 并已从波音公司收到1.62亿美元现金补偿 以解决停飞造成的财务损失 此外美国最大的住宅建入商地 二 火尘由于美国住房供应紧张 推动了销售 因此上调了全年收入预测 白公司现在预计收入在367亿至377亿美元之间 住宅交付量在89000至90亿临桃之间 经济学人则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分析了这个财报机背后的深层担忧 即将发布的美国公司财报对于判断近期股市涨势 是否之所以上涨 是因为预期利率和通胀将下降 但通胀下降的速度并没有预期的快 因此利率也没有相应的下降 因此要将证明当前的高估值是合理的企业的盈利就必须增加 虽然像亚马逊和微软这样因了爱热潮而受益的大型科技公司 应该能够展示出强劲的盈利增长 但其他公司可能会遇到挑战 财报电话会议上的问题 可能会集中在大型科技公司 对于I基础设施和服务的投资是否产生了更高的收入上 与此同时 其他行业的公司可能会对商业周期感到担忧 原本对软着陆的期待 已经让位于对增长和通胀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的担忧 从而使长期利益保持高位 综上所述 无论是Netflix的财报结果 还是航空和建筑行业的积极预测 亦或是对大型科技公司盈利能力的关注 都反映了当前股市的复杂性和投资者面临的挑战 在这个财报季 投资者不仅需要关注公司的短期业绩 更要洞察行业趋势和宏观经济环境 以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 在人工智能和I技术不断进步的今天 全球科技巨头们正加速合作 共同推进这一领域的发展和规范 近期 南华早报报了中国的蚂蚁集团 百度和腾讯 与包括Opener I微软和英伟达在内的全球公司合作 发布了首批全球生成式人工智能 正如了爱河大型语言模型 YALMIS国际标准 这两项标准分别为生成式 I应用安全测试与验证标准 和大型语言模型安全测试方法 旨在为测试和验证GeneralI I应用程序和LLMIS安全性提供指导 这一合作标志着 在XGPT微软扣牌类等流行的 I服务中广泛使用的GeneralI和LN 技术安全性的关注 日益增加 中国作为首个对GeneralI及相关服务 进行规范的国家 自2021年7月以来 以批准包括蚂蚁百度和腾讯在内的多家科技公司 开放其LLMIS共商业使用 与此同时 日经亚洲报道了 苹果公司取消了长期以来开放MicroWall ED 显示技术的项目 这一决定导致数家供应商遭受重大损失 据月内消息人士透露 由于生产产量不符合预期 苹果不得不终止了这一项目 苹果此前在MicroWall ED研发上至少投入了10亿美元 并且已经开始生产该显示技术 该决定导致一家设备制造商关闭了与显示技术相关的整个部门 数百人因此失业 苹果转而投资于Mini LED显示技术 预计将用于其即将推出的产品系列 在追求I技术自主化的道路上 日本政府也不甘落后 日经亚洲另天报道显示 日本政府宣布将将我家公司提供总计4.7亿美元的资金 以支持人工智能的发展 其中包括电信公司KDDiG资金支持 旨在减少日本对美国技术的过度依赖 经济产业省选择了KD、AI樱花互联网等公司作为资金接收方 其中樱花互联网获得了最大额的四 5亿美元资助KDDi获得了8300万美元 目前日本公司在开发I时 仍然依赖于亚马逊、网络湖和微软等美国公司提供的计算能力 这些报道共同描绘了一个全球科技巨头们在I领域紧密合作 共同探索新技术和标准的几项 从中国科技公司在生成是I标准置地上的先行一步 到苹果在显示技术上的调整 再到日本政府在推动I自主化上的举措 都反映了全球范围内对于I技术发展方向和安全性的深思熟虑 这些动作不仅为I技术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 也为全球科技行业的合作模式提供了新的范例 随着各方面力量的不断汇聚 我们有理由期待一个更加智能、安全和互联的未来 在全球科技行业的复苏之路上 台湾机体电路制造公司TSMC的最新消息吸引了众多目光 根据日经亚洲的报道 尽管人工智能I的繁荣带来了强劲的需求 TSMC首席执行官魏哲嘉 7.魏表示智能手机和个人电脑市场的复苏速度仍低于预期 这限制了2024年全球半导体行业的增长 TSMC因此降低了对全球逻辑半导体产业和全球合约 晶片制造业的整体预测 但仍保持对自身2024年全年成长26%的预期 这得益于生成事来计算的强烈需求 TSMC2024年第一季度的净利润同比增长8.9% 达到2254 9亿新台币约69亿美元 同期收入同比增长16.5% 达到5926.4亿新台币 与此同时美联社报道 尽管华尔街因科技股的下滑而遭遇年初以来最糟糕的连续亏损 亚洲股市在周四却呈现上扬之时 日经225指数上涨0.3%至38079 70点恒生指数上涨1.3%至1646468.07点 上证综合指数上涨0%至3089.02点 韩国的COS指数大涨2.2%至2642 二点之下 标普500指数在周三下跌0.6% 自上月末达到记录高点以来 以累计下跌4 导求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0.1%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 科技股的下滑部分是因为荷兰公司SNL报告了 2024年初订单量低于预期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TSMC董事长刘德英 Marco Yu的短暂带影响深远的领导时期成为了焦点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在刘德英的领导下 TSMC的股价上涨了252% 市值超过7200亿美元 刘德英提升了公司在环境 社会和治理业袭击方面的表现 让TSMC成为一家在海外拥有重大投资的 全球玩家并帮助开发了COGO S技术 这项技术使得开发强大的i晶片成为可能 刘德英的遗产将在半导体行业留下长远和深远的影响 从TSMC对全球科技复苏的观察到亚洲股市的积极表现 再到刘德英在T3C的卓越领导 这些故事共同绘制了一幅全球科技和金融市场的多彩画卷 尽管面临挑战 领导者的远见和创新仍旧引领住行业向前发展 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 TSMC的故事提醒我们 不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 持续的创新和坚定的领导力将是引领成功的关键 在科技行业的浪潮中 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TSMC正乘风破浪 展现出令人瞩目的成绩 据日经亚洲报道 作为全球最大的合约芯片制造商 TSMC在2024年第一季度的净利润达到了69亿美元 同比增长8% 这一成绩标志着公司在连续三个季度的同比下滑后 重新回归增长 也是自2023年第二季度以来的首次年度增长 TSMC供应给包括苹果 亚马逊 英伟达 高通 而暗地和联发科在内的多数主要芯片开发商 公司最近宣布计划在美国推出世界上最先进的2纳米芯片生产 并在亚利桑那州建设第三家芯片工厂 将其在美国的总投资提升到650亿美元 杭博社的报道揭示了TSMC在面对人工智能 矮需求推动下的乐观前景 TSMC预计第二季度的收入将增长30% 反映出对其先进芯片的需求增加 这些芯片主要用于I的开发 既因矮芯片需求强劲 从英伟达和苹果等公司获得支持后 TSMC报道了一年来的首次利润增长 TSMC预计第二季度的收入将达到196亿至204亿美元 超出了市场预期的191亿美元 公司的强劲表现被视为加速I开发的芯片需求 正在抵消智能手机市场的下滑趋势的一个信号 TSMC的成功不仅在于其财务成绩的提升 而且在于其残求半导体产业中的战略定位 通过将世界上最先进的2纳米芯片生产技术带到美国 以及在亚利桑那州增建芯片工厂 TSMC不仅加强了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 也展现了其在技术创新和产能扩张方面的雄心 此外TSMC对于I芯片的注视 以及其在满足日益增长的I发展需求中的作用 更是凸显了公司在未来科技趋势中的前瞻性 总的来说TSMC的这些动作和成绩 不仅为公司本身带来了显著的增长和利润 因为整个半导体行业和科技发展趋势提供了重要的指标 随着I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领域的扩展 TSMC的先期的先进芯片技术和产能扩张计划 无疑将在推动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定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R before 抗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